在武俠世界 丐幫堪稱是天下第一大幫 他們的成員 表面衣衫藍柳 逢手扣臉 但都身懷絕技 在江湖之中擁有龐大勢力 而在現實世界 丐幫成員 依然活躍在世界各地大城市的中心 他們看下去身世可憐 甚至身患重疾 身體殘障 被迫流落街頭很hot 但他們很多都是假扮傷殘人士的騙徒 當中亦有集團式經營的丐幫分子 他們的收入 隨時多過香港 一般的中產人士 他們利用各種偽裝 騙取愛心人士的施捨 同時亦偷取了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被幫助的機會 本集將會揭開現代丐幫的種種騙人來忙 在繼續之前 敬請大家給like 訂閱本頻道 和順便按下通知鑼鑼 這樣就不會錯過接下來更多解密的資訊 近日 香港內地開始全面通關之後 香港各區的鬧市街頭 又再出現一批來自內地的行客人士 難怪網民都一字高負 內地的丐幫專才 真是回來了 他們博同情的賣點 不愛乎這四個字 腦 藥 傷 殘 他們有些就默默坐在街邊 在卡紙上寫上自己悲慘的故事 內容不愛乎說自己是腦藥無醫 心患重病 急需醫藥肺醫病 有些就展露出自己的殘障肢體 同時亦都可能會表演樂器或唱歌 甚至雜傻 以吸引老人的注意 偶爾也都有一些標奇立烈的創新招數 例如這位漢子一身光鮮打扮的女士 就在旺角街頭說 要賣身撞符 索價港幣30萬 而她聲稱已故的父親 就被踢爆是內地一名燃鹽沙山的導演 這種奇怪的賣身撞符 近一度成為香港和兩岸的熱門新聞 其實賣身撞符這一招 幾年前在香港已經出現過 在四年前 香港就出現了旺角版的賣身撞符 當年一位老伯 躺在木板上面 身患重病的樣子 身邊一名戴著CAP帽和口罩的男士 就默默坐在老伯旁邊 可謂孝感動天 我見又年 網民亦一片熱議 不過在第二天 記者發現這位原本閹閹一色的老伯 竟然奇蹟康復 不需要用拐掌 都健步如飛 走入地鐵站之後 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這些看來好像是個別的行黑人士 背後其實大部分都是由 丐幫集團管理和控制 2018年 本港電視台一個資訊節目 就出查到由內地來港的一個丐幫集團 在土瓜環一頓大廈的大本營 大本營內擺滿多張樓架床 以及各種行黑的道具 包括輪椅、拐掌等 集團首腦會在內地招募 上年紀或傷殘的人士 以旅遊或探親的藉口來港行黑 街坊說 起碼見過百多人不斷出入過這個單位 記者就跟蹤過一隊由這個單位走出來的男女 那名男士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正常走路和看到東西的 亦都可以自行坐巴士去到灣仔旺區 他們下車之後就自行變裝 男的就扮成一名失明人士 一路走一路拉二胡 由前面的女士用黃色布條 綁住男士的腰間 引領她一路走一路行黑 期間真是得到不少路人的同情 紛紛將錢放入女士拿著的紅膠桶裏面 當紅膠桶裝了一定數量的錢 那名女士就會將錢倒入她的背包裏面 然後再次重新行黑 究竟這些職業乞丐每日可以賺到多少錢呢 有人觀察過近日通關來港的丐幫 包括這兩名同樣在土瓜灣出發 去到元朗行黑的人士 給錢他們的人士都非常慷慨 今晚有10元50元甚至100元都有 連經過的菲蓉姐姐都會慷慨解囊 保守估計 他們在45分鐘內 收入已經超過1000港元 這對唱K男女組合 他們的收入又是怎樣呢 根據記者的觀察 在下午2點開始的3小時內 他們的收入也都估計有1000元以上 這個收入真是比香港一般打工的中產階級還要高 這對慈傷情症的雙殘男女 最終被警方控以 在公眾地方剋取施捨罪 原來在香港行黑是屬於違法的 咦 那當年前特首 向街邊一名黑衣婆 施捨了500元 即助長了這種違法活動 這些在街邊行黑的婆婆 看來孤虎伶伶很值得同情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職業丐幫成員之一 而且這些丐幫不單止已經來到香港和附近東南亞地區混食 近年更加擴散到南半球的澳洲 在2019年7月澳洲警方就破獲了一個 另外利用旅遊簽證由中國飛到澳洲 專門在墨爾本市中心街頭行黑的職業丐幫組織 組織會為這些中國老人 提供黑衣服裝和寫上英文的行黑紙牌 各自盤據在人流密集的大街上行黑 據報導 這些年老的假黑衣一天能夠有幾百元澳幣的重賬 他們會將這些錢電匯回中國大陸 有好心的老人嘗試提供食物給他們 他們都不願意接受 只是接受現金的施捨 遇到有人想訪問和拍攝舉例 他們都會拒絕避開 因為在墨爾本行黑都是違法的 澳洲警方在一次行動中 逮捕了7年來自中國大陸的職業黑衣 才知道他們是由一個犯罪組織負責管理的 除了招攬老人黑衣 有些丐幫是專門招攬一些殘障人士 分派在各街頭買藝行黑 因為這些中國丐幫 在內地的數目已經過多 導致市場飽和 部分丐幫就轉戰到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等地 就好似歌偉團在東南亞 重回走浮 他們會刻意展露身體殘障 又會藉著抗音器 展示他們美妙的歌喉 很容易吸引路人的憐憫眼光 紛紛解囊打賞 這位姓鳳的女士少了兩隻小腿 但依然勇敢站在大眾面前唱歌 而且她的歌聲竟然和原唱的一模一樣 令不少人覺得非常怨色 紛紛慷慨解囊 但其實這位女士 其實就是來自一個內地殘障丐幫集團的首腦之一 2018年台灣當局經過半年的追查 破獲了這個全台最大的邁藝行黑集團 拘捕了這名主佬 亦都扣查了大量的抗音器、麥克風、手機等賣唱的器材 而她美妙的歌聲 只是播出音樂出來 麥咀假唱的騙人伎倆 報導指 在一年前她已經帶著18名殘障丐幫成員 以觀光名義來到台灣 走浮開工 她去幫成員每天聽從安排 去到台北、台中、高雄三地 開工 當局在他們的帳簿中發現這個集團收入驚人 每個月不發的獲利 高達400萬元台幣 馮女士在內地有一名男友 負責長期招募 有身體殘障的人士 去到境外各地買藝賺錢 成員不需要真是有才藝 而且包食包住 工資由3000元到4500元人民幣不等 如果遇到一些可以表演奇技的殘障人士 更加會重金禮平 例如一位曾經紅騙大陸的口足畫家 竟然都是他們成員之一 不過那些成員每天都要上轎 一大筆黑回來的錢 在層層剝述之下 真正到了這些成員手中的錢 往往都少過他們黑回來的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一時間大發慈悲 慷慨解囊的話 你們給出來的錢 大部分都是落在手腦的手中 而且也助長了這種 利用殘障人士賣藝行騙的活動 而殘障人士最容易得到 路人的同情心 所以有些身體健全的概邦成員 就以不同的方法假扮成殘障人士 以騙咀愛心人士的施捨 這些原本要靠板車 在地上爬行的行黑人士 一旦被人踢爆 就會好像有成績發生 那樣站起來 急急逃離現場 再在地區重新賺食 有時還會發爛 說老人破壞了他賺食的偽藏 網上早就有這些諷刺的影片 揭露這些假殘障乞衣 騙人的伎倆 其實這些假扮殘障乞衣的騙人伎倆 世界各地都有 大家下次如果遇到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要想清楚你的施捨 是幫到真正有需要的人士 還是助長了騙人的歪風呢 大家好我是神飛 敬請支持本物讀的高質解密製作 現在只要在影片下面 按一按個超級感謝鍵 Superfans 就可以作出單次性的打賞 此外也歡迎 點讚留言分享 有助提高本頻道 在YouTube的曝光率 有空的話請看廣告 又或者加入 神飛解密Patreon 就可以解鎖所有私密財蛋 以及瀏覽資料豐富的 神飛X檔案 以及可以收聽 所有完整版的後台開咪節目 知道更多解密的資訊 既然是有空的